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孟维赌报》 我是Zenfer 中国经济下行情况严重 但习近平依然推行走的一套 中共总理李克强日前重提邓小平当年提出的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被外界解读为 实在以邓小平路线压习近平 试图扭转中国当前影响经济发展的一套极端做法 据中共新华社报道 12月2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 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管员座谈会 李克强在会上表示 要实行所谓的现代化 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付出长期监控努力 所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句话 是文革后由邓小平提出来的 以否定毛时期的 以阶级斗争为刚的政治路线 北京当局12月初召开一场闭门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习近平与李克强均承认 中国经济非常严峻 不乐观 遭遇多项困局的挑战 时评人士郝平表示 经济快速发展向来是中共所谓的 执政合法性基石 然而这个合法性基础正在急速瓦解 这次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告中 接连出现25个文字 表明共产党正面临着 因经济迅速下滑而带来的执政危机 有国师称号的中国经济学家李道奎 12月2日也公开说 未来几年会是中国自改革开放后 经济最困难的时期 提醒人民苦日子要来了 就是说未来中国经济形势非常严峻 据各种报道 中国大陆经济下滑严重 当局的监管风暴导致大批人群失业 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国际部主任王军对媒体表示 明年的中国经济情况比今年还要糟糕 世界银行最新的预测 也调低了明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另一个指标是就业情况 王军说 今年研究生报告人数就创了新高 这很能说明就业问题严峻 有分析指出 疫情爆发以后 对各行业的冲击很大 实际上从2020年起 中国经济就萎缩了 有港媒认为 李克强的讲话从某个程度上讲 是对近年一些做法的纠篇 台湾经济学家吴嘉龙对媒体表示 中国房地产危机引发政府的财政危机 所以现在习近平在拼命抢钱 他在雇钱带着 所有的政策从产业监管 共同富裕 查逃漏税 到一般人的银行户头超过10万块要查资金来源 还有去抓那个澳门赌场大亨 全部动作都在搞一件事情 就是在抓钱袋子 这反映背后的财政危机非常严重 吴嘉龙认为 当中共自己讲出准备好过苦日子的时候 就表示接下来10年 甚至更长时间没有好日子过 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此前也表示 中国通货膨胀压力增高 失业率走高 社会动荡之下 就会影响到中共高层的统治 当局对各种产业的一严串打压 也构成不稳定的因素 未来来自于经济方面的变数 会对政治上产生冲击 这是当局最为害怕的 中共官媒25日报道 陈全国不再兼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 马新锐任新疆党委书记 陈全国另有任用 又有信息透露 实际上陈全国早已受到中央的调查 海外著名时评家陈维健断定 陈全国的结果恐怕凶多吉少 陈维健首先强调 陈全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是中共两个民族地区 西藏、新疆的一把手 也是两个地区的民族杀手 由于其在西藏地区镇压藏民的经验 被派往新疆 他在西藏的经验之上 在新疆创造了以职业培训中心为名的纳粹式的集中营 集中营对维族等少数民族令人发指的管理 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性的谴责 被定性为种族灭绝 是六四以来还从未有的 统一地对中共政权谴责 各国又根据马格尼兹基法 对陈全国在内的一批犯有种族灭绝罪的官员进行制裁 陈维健指出 新疆集中营成为当代社会最为害人听闻的人权迫害事件 该事件中共被绑在了国际审判台上 使中共的外交处处碰壁 虽然中共称集中营是西方国家对中共当局的污蔑 并搞出一套英格厌恶 民族和睦的景象 但谎言毕竟掩盖不了血血的事实 中共当局也为此焦头烂额 试图改变这一被动的局面 因此想借撤掉陈全国的职务 以减弱国际社会的谴责 陈维健分析 陈全国被撤 由中共技术官僚助称的马辛瑞担任此职 是不是表明中共在新疆的高压政策将会松弛呢 答案是肯定的绝不会 因为制定新疆政策的不是陈全国而是习近平 早些时候西方媒体曝光中共绝密文件 内容显示2014年起 习近平有关新疆的讲话内容 成为新疆政府也就是陈全国 制定迫害维族等少数民族政策的依据 因此撤换陈全国 只要习近平的指示不变 新疆的政策也不会变 还可能变本加厉 因为时下的中共官员对习近平的指示 是宁左勿右 宁左勿右是中共党内不二的文化 凡是右侵官员大都官位不保 左侵官员则步步高升 但不是说左就没有危险 当左造成大危害 大灾难需要有人做替罪羊时 只得为党位领袖献身了 陈全国正是这样一只羔羊 陈维建更进一步强调了习近平在新疆问题上的根本责任 他说习近平是新疆高压政策的制定者 这个制定者制定的还不仅是宏观政策 还有微观政策 习近平只是强调 活动必须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新发制敌 路头就大 打早 打小 打苗头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用铁的手腕寓意毁灭性打击 还透露出高层严厌打击分离主义 暴恐势力的决心 以及从包括发展规划 经济就业 宗教政策等多层面维护新疆稳定的思路 因此制定者与执行者都是一样的 种族灭绝的罪犯 习近平想通过撤换陈全国逃脱罪责是不可能的 审判的日子不会太远 据报道 根据中国企业资讯查询服务APP 企查查显示 华为在12月18日成立一家名为 华为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建国 注册资本6亿元人民币 据企查查股权结构显示 该公司由华为技术有限公司100%控股 外界猜测华为是想自制芯片 以应对西方芯片断供的被动局面 对此 华为内部人士作出回应 否认自制芯片的传闻 华为成立精密制造公司消息一出 引发外界关注 有网友好奇猜测 莫非是华为要亲自造芯片 对此 有华为内部人士回应表示 精密制造公司主要用于 满足华为自有产品的系统集成需求 并不会生产芯片 称该精密制造公司主要业务 是华为无限 数位能源等产品的 部分核心器件 模组等 而公司经营范围则包含有 光通信设备制造 光电子器件制造 电子元器件制造 以及半导体分离器件制造等业务 评论人士指出 华为的回应只是公关说辞 该公司具体发展方向 还有待后续观察 中共不仅在美国 有庞大的窃取技术计划 日本也是他们窃取高科技的目标国家 据产经新闻28日报道 日本警方对一名中国大陆留学生发布代不令 因为他在61419部队的指示下 试图非法购买企业版防毒软体 日本媒体表示 61419部队应是共军专门用于 瞄准日本的网络骇客单位 经常利用留学生 侨民等当地民众协助执行任务 让日本防不胜防 根据报道 日本警方对先前曾尝试非法购买企业版防毒软体 可能有意借此调查其弱点的 36岁中国大陆留学生王健斌 以欺诈未遂罪发布逮捕令 由于他已早已离开日本 警事厅将向国际刑警组织要求发布全球通缉 消息人士透露 王健斌2016年11月隐瞒自己转卖的意图 以实际上不存在的公司和负责人身份 尝试向一间东京都的软体公司 购买日制企业版防毒软体 不过该公司认为此事有可疑之处 进一步确认相关资料后 拒绝向他出售防毒软体 而在同年 针对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等约200日本组织遭网络攻击的调查中 日方发现 当时有一名61419部队成员的妻子 在社交媒体上联络王健斌 要求他为国家做出贡献 保护国家 多次给予租用磁服器 购买USB随声碟等指示 并按次致服报酬 王健斌在事情半路后便离开日本 据称61419部队隶属于解放军总参谋部 为拦截来自日本的电波信号 情报部门就设在青岛 网络防御研究所资深分析师 明和立南指出 中国大陆留学生 公司职员 观光客等 都可能是北京政府间谍网的一员 也完全渗透日本社会 专家透露 甚至曾传出中国大陆出身的风俗电店员 趁客人洗澡时窃取其 笔金本电脑中的资料 日经商务网站指出 这些人一方面可能是自怨 一方面也可能是 仍在中国大陆的亲属被当成人质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 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 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